云老板,您可算来了,我已经收拾好铺子了,就等着你来收铺子,我也好回去照顾我那老母亲了。 对不住了,刘老板,家住得比较远,过来需要点时间,就等了。 没事儿没事儿,这是铺子的钥匙,你看看铺子,没什么问题的话,那就把铺子交给你了。 刘老板呢,刚好到了吃饭的时间了,我们一起去吃顿饭吧。 不了不了,我还要赶着回家呢,家里老母亲不能没人照顾,我得回去了,祝云老板生意兴隆,裁员滚滚。 多谢多谢,那有机会再一起吃饭吧,今天就不耽误你了。 刘老板离开了,云娘这才放开来,在铺子里面开始四处看,脸上写满了激动。 真是没想到啊,我们家也能买得起铺子了。 云娘啊,对不起,这么晚了才圆了你的梦,以后我保证一定给你更好的生活,不用再跟着我受苦了。 不苦哦,跟着你是我最大的幸运。 我真的很庆幸能嫁给你,嫁入人家,然后成为孩子们的娘亲。 我也是一样的,能娶到云娘你这么好的媳妇是我的荣幸,我也庆幸当初能够遇到你。 啊,好吧,我还是识相点,不打扰他们了。 好了,铺子也看完了,你觉得怎么样,我的眼光还可以吧? 算你眼光不错,不过这铺子花了多少钱来着? 一百五十两,怎么样,值不值? 之前我们还看过一间铺面,才六七十平方的。 只有一间铺面而已的铺子,也要一百多两呢。 可是我们家闺女就喜欢这件,所以呢,只能跟刘老板砍价了。 没想到砍到了一百五十两,就拿下了。 呵呵,夫君真是厉害。 好久没听你喊我夫君了,也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喜欢喊我老头子,我喊老吗? 我看村子里的老人都喜欢喊对方老头子或者老婆子的,我感觉挺好的。 这也是我希望我们能一起陪伴对方到老吗? 肯定会的,那你以后还是叫我老头子吧,我也叫你老婆子好了。 走吧,我们吃饭去,今天你想吃什么? 我要吃鸭肉。 好,我们去吃鸭肉,不过我们得先把你三哥四哥接到,一起去。 云爹带着云娘和云小五一起来到四叔门口,等着云三云四出来。 几人等了没多久就看到了云三云四从四叔里面出来了。 三哥哥,四哥哥,我们在这边。 妹妹,爹娘,你们怎么一起来了? 呵呵呵,来接你们放学呀。 走,今天带你们吃好吃的去。 谁现在! boost! 这边的。 带准! 带你 fucked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